對 國家有你這種八年市長 還不認帳才悲哀 他是怎麼了 對 柯文哲就是心虛 然後 抱歉 重生去 你看他指責民進黨罵 但是他又要民進黨的 王世堅跟林世忠幫他背書 他說他是吹哨者 誰才是吹哨者 就是林世忠 我上一次在這個節目裡面講 林世忠在2015年的12月 寫了那個臉書 上了新聞之後 直接檢舉 直接直訊柯文哲 你柯文哲假裝沒聽見嗎 為什麼說他假裝沒聽見 2016年的廉政委員會 就在林世忠檢舉之後 在2016年的廉政委員會 柯文哲要查五大弊案 他設立了一個廉政委員會 有沒有立案 有 有討論 討論四項 第一項 就是議員有人諮詢 說光纖道府這件案子 是有弊案的 要不要查 結果呢 暫不立案調查 柯文哲 誰說的 主席是你 柯文哲 他說暫不立案調查 鄧家基做財事 暫不立案調查 柯文哲你落跑 你不是說你是吹哨者嗎 他為什麼不敢查 你為什麼不敢查 你為什麼不在2016年 就在廉政委員會裡面 列案調查 而且你故意落跑 叫鄧家駒去做 所謂的財事說 暫不立案調查 他現在說這個社會都有黑暗面 然後黑暗面在哪裡 黑暗面就在這裡 真的要抓你們民進黨也是一大堆 民進黨 他這個烏賊戰盾 你不要說我黑喔 大家一樣黑喔 這就是他的邏輯嘛 你有本事你就拿出證據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有市府公文做證據 柯文哲你任內做了什麼事 你不調查就算了 你還決定了最關鍵的叫做 費率嘛 就是蔣市府講的 關鍵是在錢嘛 錢怎麼訂的 指向怎麼訂的 誰發包給台志光的 雖然母約裡面有寫說 台志光有優先的 所謂的使用權 租用權 但是優先不代表你一定要用喔 價格不合理 你還是可以跟台志光去談嘛 把價格意合理嘛 所以價格意約是非常關鍵的 你不去調查就算了 你如何意約的 這份公文 這份會議紀錄很清楚的 2021年 你一下子 40分鐘裡面 決定了77項的費率的項目 77項費率項目 包含了警局的CCTV的 所有的費用 都是你任內 2020年 所決定下來 開了40分鐘的會議 40分鐘嗎 主席薛春明秘書長 他9點34分才進來 9點34分 開6分鐘 決定77個項目 全部都放水 包含2200 也是這個會議訂的 柯文哲 你今天不是穿一個7點30分嗎 你最愛開會的 7點30分要開成會 這個案子 怪怪的 你覺得有弊案 為什麼不拉到你所說的成會去決定 你要讓秘書長去決定了 用16分鐘的時間 去決定了77個所謂的項目 而且在你任內 你簽了所謂的47個的所有的 所謂的紙約 現在你說 蔣萬安有本事去解約 蔣萬安當呢 比你上任的時候更難解約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上任的時候沒有任何一下紙約定了 你就是一個母約 你可以隨時因為這個母約 對台北市府是不公平的 你把它解掉 現在已經有47個項目 在你任內在執行了 也是說台志光已經在處理警局 雙相關的傳輸 各局處的相關傳輸 現在蔣萬安 我不是說蔣萬安對的 蔣萬安要去解除這個母約跟子約 他必須先保護住所有的傳輸的 市府的權益嘛 否則就有資安的空窗戟 這個是對的啊 所以我也認為蔣萬安應該把母約 跟子約全部廢除 但是這個部分必須給蔣萬安時間 而不是你嘴巴裡面說 你蔣萬安解約給我看 我也要講 本來可以一下子就解的 就是你柯文哲 而蔣萬安被你搞了8年之後 他現在很難解除他的母約 你的意思就是說呢 柯文哲他當了市長之後 有議員據名的檢舉 不只是林世忠 王世堅也說這個案子有問題 那麼他不僅不查 他直接說不要查了 他不僅不查 還把更多的案子交給台志光做 沒錯 為什麼 為什麼 他他不是每次都講SOP嗎 你只要跟其他五都比一比 其他五都怎麼跟中華電信合作的 是不是網速更快 是不是價格更便宜 他為什麼至少警察局的部分 至少在這個 這個整個台北市建構的CCTV的部分 你就跟其他幾個城市學不就好了嗎 你何必 你又要罵好龍兵 你罵國民黨 你把國民黨罵到倒了你自己當市長 然後呢 你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國民黨 遺留下來的問題 這些紙約跟所謂的費率項目 其實母約有一個規定 95% 也就是說他不能高於市場價格 跟所謂的公訂的價格的95% 結果你所有訂的費率紙約裡面 全部超過市場價格 你全部超過六都其他其他的 相關的費率的費用 柯文哲你然後你今天跟我們講你沒有事情 然後你拍拍屁股走人之前 留了所謂的財團勾結議會 這樣一個文字來為自己保命 我只看過公務人員是留自己 你這樣你就做名嘴就好啦 為什麼要給你八年的時間 給你有這麼多的權力 你在最後一天才指出這個問題 然後你拍拍屁股走人 你其實只是為了用這個公文 你知道會出事 所以用這個公文保命而已 所以我們人是要觀察的吧 柯文哲說一本機做不到什麼 一湯匙 黃國昌呢 黃國昌你的低潮不是很滿嗎 台志光的事情說點真相嘛對不對 對啊 他竟然就說 許書華跟台志光才是真的好 那我請問一下民眾哪 所以你是說民眾哪 跟台志光是假的好嗎 那到底我們來看誰是真的好 那我就不曉得 許書華就說要告黃國昌 因為黃國昌沒有舉任何的證據 但是呢 現在明明有四個港團 這個台北市議員跟台志光的人 在參觀立法院的同時 就去吃飯了 那吃飯的地點 大家都說是立法院附近 那大家就想說應該是康圓 就是那個立法院有名的康圓 那請問是吃飯的關係好呢 還是許書華 你莫名其妙說好就好呢 然後黃國昌又開始扯新潮流 然後什麼又扯許書華是新潮流 然後又開始扯一大堆 但我們來看好 新潮流真是民眾黨的馬圍拉 點圍拉 我們先把台志光扯掉一點點時間 然後我們現在來先講這個 一個叫東風科技 承接台北市府的採購案一欄表 這四年 四年是包括柯文哲的兩年多 跟蔣萬恩的一年多嘛 他總共財這個資訊局 秘書處 民政局 衛生局 社會局 水利處 警察局 總共又拿了台北市政府 1.26億 這個東風科技是誰 我們來看一下 東風科技的董事長 看起來是姓名的 但是東風科技 但是他的持股只有114萬多股而已 真正的大股東叫做李慶皇 李慶皇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 才被收押而已啊 他就是台志光的董事長啊 交保了 交保了嘛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姓李的啊 然後這個也是 這兩個人都是持股最多的 150萬股 那我請問一下 你明明跟台志光不是說很氣 這個約氣的氣噗噗嗎 結果在你的任內 還不是給台志光相關的這個子公司 投資轉投資的公司 又接了1.26億的生意嗎 請問誰跟台志光會比較好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那你今天你既然要舉 舉這個許淑華跟台志光好的話 那你協可以舉證據 可是我覺得他們就是亂噴別人 可以討論啊 你先檢討一下自己好不好 可以討論 然後你也可以講 那你也要講一下四個議員還有一個 還有立委 立委去跟台志光吃飯 到底誰比較好 然後再來講這個約好了 約這個誰 這個開文哲的氣噗噗噗 貝妮我忍受八年 我幾次快要爆炸了 怎樣怎樣 就是不能解約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母約回來 第21條叫做爭議事件的處理 它有沒有一個概概 叫你去去處理的概概概 就是條綱 有啊 然後你號稱你請了兩大法律事務所 就是沒有辦法解約 但是沒有辦法解約 你有沒有對於所謂違約的部分 譬如說比這個中華電視便宜 九五則這些爭議性的部分 你有沒有提起過 第一個民事訴訟 第二個你有沒有協調過 你有沒有仲裁過 你有沒有要求這個台志光改善過 你什麼都沒有嘛 連連政委會 你就是會忍氣吞聲 要協任的時候再開個記者會 炮轟一下 對然後連那個剛才醫生講的 那個成會裡頭 也是說不利案啊 那你不利案的時候 你自己在鬼叫什麼 這母約你不會母約 母約上面有很清楚 如何解決爭議 如何解約嘛 我覺得這句話 公平合理跟公共利益 這個就是對公家機關 對市民最好的保障 你為什麼不利用這個事情去解約 你每天跟我唬爛說你等很久 我真的覺得很生氣 來 瑞德你聽了氣不氣 我把六都啊 那麼這個六都全部的 警察的監視器全部調出來 是 人家氣死人 因為要比啊 台北市通常都會比高雄市嘛 對不對 連下中毒的都會比高雄市嘛 對不對 我們比高雄市就好了 高雄市呢 它每一年照標 今年是中華電信 僅用無線電的部分呢 偏遠地區是20枚 下載是60枚 每個月四百九十一塊 其他的地區四十枚 下載一百枚 五百六十四塊 起死人 對不對 台北市 台北市最近都在說兩枚三枚 還是四枚 少人家十分之一 人是幾枚 對不對 連台南台南 ADSL啦 兩枚連追訓都不夠 35枚到六十枚 七百塊到八百塊 台中 35枚到六十枚對不對 四百六十三到四百九十一塊 我的天啊 所以你想想說 外北的現實都那麼便宜 台北只有兩枚三枚 對 價格是 台北一枚不是高雄的枚啦 對 一千七到兩千 台北的網速是人家的十分之一 價格是人家兩倍以上 這就是台北市 大家選出來的市長做這樣的事情 國際交通通告 陳迅 中國現在 recurs